大家好,欢迎收看新洲沙巴新闻。 先来关注今天头版头条新闻。 联邦人力资源部副部长穆斯达法沙漠披露。 联邦政府会争取在今年秒前在国会提成法令修正案, 寻求修改沙巴劳工法令,以便能与1955年雇佣法令一致。 穆斯达法指出,沙巴州内阁已同意修正沙巴劳工法令, 让该法令与1955年雇佣法令一致。 目前相关事宜已交由总检察署进行审查。 他说,沙巴劳工法令最后一次修正已是在2005年,距离现在已太久。 州籍联邦政府是时候修正相关法令,确保其符合时宜给予联邦法令一致。 他相信,一旦沙巴劳工法令与1955年雇佣法令一致后, 州内雇员将能享有西马雇员现有的福祉。 包括在今年1月1日生效的产假从60天增至98天, 以及赔产假从2天增至7天。 在沙巴州议会会议中或一致通过的沙巴反跳槽修宪法案, 在耗时三周后已在6月15日宪报颁布正式生效。 沙巴州议会是在5月25日或朝野州议员一致通过反跳槽修宪法案。 包括6名官委州议员在内的79名州议员中, 有75人在记名表决中表明支持,4人缺席。 沙巴州议长拿督卡特新耶雅昨日证实, 沙巴反跳槽修宪法案已完成宪报颁布程序。 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欧阳玉静说, 中国大使馆将继续携手大马的各个华校和社团开展中马教育领域的交流合作, 推动大马华教事业。 他鼓励学生将来到中国留学深造、学习专业知识、 培养综合实力及积累人脉。 欧阳玉静周一访问沙巴重政中学时说, 中国知名大学的大门永远向马来西亚独钟声敞开。 韩国廉价航空公司德威航空开通首尔仁川国际机场至亚币的直飞航线。 德威航空首套航班于周一从仁川飞抵亚币国际机场, 再来了188名旅客。 沙巴旅游、文化及环境部助理部长拿督佐尼斯顿在机场迎接旅客和航空公司人员。 在德威航空之后, 本周预计在未来几个月内还会迎来更多直飞航班。 沙巴青州为您报道